神爱是人生之间他的独生爱自私给我们 他的爱流传万法 他拯救和其宝贵 从东从西 从南都别都在义 是一堆礼 同归为彼 下云彩般 见证他命 万古万民 万宝万祖都归于他 无论红 黄 黑 白 中 传福音的人的教终何等加美 我真感谢圣祭耶稣拯救了我 亲爱的众心 任上我苦人 天上我已为你卖预备 福音的教终已爱在台湾 三十五年好像在昨日 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设计 敲呼心去 让爱涌流传 大流山地 经历灰 在此几年 荣耀归出名 神啊 感谢赞美你 在约束亚记第一章 说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 耶和华小遇摩西的帮手 嫩的儿子约束亚说 我的仆人摩西死了 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 过着约旦河 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 凡你们教掌所踏之地 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花 寺给你们了 从旷野和这里巴嫩 直到柏拉大河 赫人的泉地 又到大海日落之处 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以上 回忆读过的生命纪七章一节 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 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 就是赫人 格加撒人 雅摩利人 迦南人 比利喜人 西卫人 耶布斯人 共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 生命纪二十章十七节说 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 将这赫人 雅摩利人 迦南人 比利喜人 西卫人 耶布斯人 都灭绝尽尽 这些流奶与蜜之地 就是神应许私下的 这里说 你平生的日子 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 站立得住 我怎样与摩西同在 也必照样与你同在 我必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你当钢墙壮胆 因为你必使这百姓 承受那地为业 就是我向他们列祖 其事应许赐给他们的地 只要刚强 大大壮胆 謹守遵行我仆人摩西 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 不可偏离左右 使你无论往哪里去 都可以顺利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总要昼夜思想 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 所写的一切话 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 凡事顺利 我岂没有吩咐你吗 你当钢墙壮胆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你的神 必与你同在以上 面对即将功课的迦南地 神要约书亚靠他 刚强壮胆 并且要使摩西的律法书 不可离开他的口 今天给我们启示 进入黑暗邪恶的时代 记得天天靠他的话语 向前征战 并且要依靠神 做大能大力的人 这里说 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 你们要走遍营中 吩咐百姓说 当预备食物 因为三日之内 你们要过这约旦河 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 是你们为业之地 约书亚对流遍人 加德人 和马拉西半支派的人说 你们要追念耶和华的仆人 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说 耶和华你们的神 使你们得享平安 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 你们的妻子 孩子和深处 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 摩西所给你们的地 但你们中间一切大能的勇士 都要带着兵器 在你们的弟兄前面过去 帮助他们 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 像你们一样得享平安 并且得着耶和华你们神 所赐他们为业之地 那时才可以回你们所得之地 承受为业 就是耶和华的仆人 摩西在约旦河东 向日出之地所给你们的 他们回答 约书亚说 你所吩咐我们行的 我们都必行 你所差遣我们去的 我们都必去 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 怎样听从摩西 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 唯愿耶和华你的神 与你同在 像与摩西同在一样 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 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话 就必致死他 你只要刚强壮胆以上 再次复习也说明 流遍人家的人和马拿西班之派的 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前面 过去帮助他们 等到他们得着应许之地 然后流遍人家的人和马拿西班之派 可以得耶和华在约旦河东 向日出之地所借着摩西给他们的 从前以色列人靠神过红海走干地 现在要靠神过约旦河 今天我们也要信靠神过神 所给我们每个人的红海和约旦河 神的绑壁兼顾 神是万能的神 神必帮助我们 像他信使的帮助以色列民一样 神今天也特别的为我们每一个祷告 为我们有病痛 身心灵忧伤困苦 无力软弱 沮丧悲伤的神 神求你用今天的经文鼓励我们 使我们像耶稣亚一样 被鼓励的一样 要依靠这一位兼顾绑壁 万能绑壁的神 祂必听我们的祷告 赐给我们力量 若我们坚心依赖祂 祂必赐给我们十分的平安 也今天特别的为有许多爱心的奉献 爱心的摆上 所以我们有大辽山顶敬礼会 今天特别的为大辽山顶敬礼会 有爱心的健堂 六到九周年 献上感恩的献唱 愿这些爱心的人 荣耀归给神 也我们的心里 非常的感谢他们的奉献 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 感谢祷告奉以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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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